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其實那天梁總那時我沒有聽到 我明天才聽重播 因為周公子比較英俊 年輕一點 所以真的睡覺了 我聽回我自己雖然覺得梁總說話是挺重的 但有些事我就覺得他悲觀了一點 講二十大 習主席 就現在下面那一陣 基本上就跟以前不同了 那一陣以前就是推舉 現在就好像變成內閣了 由習主席去選選人選 進入內閣 就變成不像以前那樣比較透明 他就說得悲觀一點 他就說好處就是 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選選自己人 起碼可以應付反應各方面都會快 那不好處就是會不會變成一言堂呢 沒有其他聲音呢 會不會將來變成 會不會將來變成 一個比較沒有 總之誰做主席就誰說了 就已經沒有其他聲音呢 那我自己就兩看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某些人下馬 現在又會說 那些人下馬 即是外國很流行的 不是兩種說的 外國那些很流行的 那些人是被迫下馬 就算那個 即是那個 即是那個 那個人自己說 留一些機會給年輕人 即是你知道 內地的報紙就說 某些 位置那些人 某些人就說 留一些位置給年輕人 所以就退下來了 但是外國就會說 被迫下馬的 他應該不聽話 那些 因為他想選一些自己的人進去 所以就把這些人推走 那我覺得就未必了 其實是外國人要抹黑呢 他是很厲害的 講得很像層層的 即是說事實的 就是很老實講 每個人都有自己相熟的人 這個事實 那是不是等於要推走某些人呢 我又覺得不是 這個是美國經常有的事實 所以他就把他們的思想套在我們那裡 但是我自己客觀地想 習主席是一個奇才 其實你想想 做得十幾億人的主席 他至少肯贏了十幾億 你想想 你也不要說十幾億人 只是全國政委 二十大那一群都不知道幾千人 你要在那幾千人裡面 全部精英裡面脫穎而出 你覺得是一些傻的嗎 不會的 傻姐都算是聰明 但是是做不到的 頂籠是做秘書 幫人家撿頭撿尾 提點而已 但是做不到的 因為要鬥的時候 不是說狠就可以的 真是鞭子與糖是要做得一個平衡的 你是當中很多計算的 這些數不是傻姐能夠計算的 那 傻姐能夠計算的 就跟大家分析 其實大家想想 如果傻姐沒有記錯 習主席應該是七十 應該今年七十 沒有記錯的話 那你想想 我就當真的七十 應該是七十 但多多少少 就是差少少 我不太確定 那如果七十 他多做五年 七十五歲 你要問一問 如果他現在仍是一班 跟他一起戰鬥的人 做過七個 不知是常委還是什麼 政治委員 如果仍是那七個 其實他們年紀都不小 那你怎樣呢 習主席七十五歲之後怎樣 做到五年了 做過八十歲 理論上可以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可以呢 你現在七十歲很健康 但是到了七十五歲 打後 就會很急速下降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八十歲 然後才再找人接呢 到時一班沒有經驗的 又一班新的人換進去 那你就搞亂了局 現在 你想想 習主席七十歲 他還有拍力 他把他下面那些人 留下幾個 是老將 連同他自己 然後帶一批 年輕一點 他習主席 七十五歲 真是卸任 那這班人 就可以順理成章 摺下去 即是說 會有一批比較年輕一點 起碼做了五年 對事情是熟悉的 然後再針一些新的下去 在下一層再針一些新的下去 那你才不會脫節 你要知道 習主席是很厲害 但是問題 你難保下一個跟他一樣那麼厲害 還有下一個 就不是做習主席這個位 不是做主席 現在習主席做的位是鬥 和全世界鬥 而我相信習主席是想 在他接下來這五年 鬥贏了 然後 下一任 就做什麼 和平使者 就專心搞經濟 專心搞目錄 他是想用他 接下來這五年 是搞定的 搞定了所有事情 包括 修復台灣 包括搞定美國 不是叫搞定它 是令到美國自己知道 徹徹底底沒有什麼了 能夠容下我們 知道要和我們和平的相處 下一任 他就不用做那麼多事情 只是在做一些不需要準備戰爭的 要準備戰爭 但是不是馬上開戰的 不會好像現在 隨時都可以開拖的 是不會的 就算可能下一任 都會開拖 但是問題已經實力 已經是你什麼時候開拖都沒有辦法 現在習主席是想做完這些所有的工作 而他需要一幫新的人 需要一幫年輕一點 當他75歲卸下來的時候 是可以無逢接軌的 所以你不要說有些人被迫下來 我覺得如果只要他是愛國的話 知道這件事是為國家好的話 我相信當習主席說 我想你讓個位出來 我相信那些人 都會甘心樂意讓個位出來 他培育後輩 是 是 是愛國人這麼自私的 他們不是為國家做事 他們是為自己做事 如果你是為國家做事的話 你是會願意教導後輩 讓個位出來 終然不再在這個崗位 後輩有問題的時候 他依然會願意跟他分享經驗 但愛國人是不會的 除非那個是你的親生仔 如果不是他根本不會來的 因為他當每一個人都是獨自 甚至可能有時候是親生仔 爹地人 其實你看到很有趣 你看一下英國 其實英國是一個大笑話 只是很多人戀英 或者叫做 不知是念舊情還是什麼 不說這個笑話出來 其實英國是大笑話來的 你想一下 不是說卓慧斯走的日子短 是 約翰遜 被辛惠誠逼供 下台 一個反骨仔 到卓慧斯和 辛惠奇選的時候 其實辛惠奇是 在黨裡的票數是多於卓慧斯 但當一民選的時候 卓慧斯就贏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白人 雖然他們不想有個白人 覺得女性比較侮辱 但是總比黑人 總比有色人種更好 原來 原來 然後後來 上回約翰遜 即是我們那時候 逼他走的時候 錯誤決定 大家知道很愚的 當然更少人提 就是 卓慧斯雖然做了45天 但是也有永久手上的 叫做退休監 哇 原來做手上也是一門生意 只要你做得差 40幾天都可以有永久退休監 你不做速殺的任期都有 真是厲害 哇 這個簡直是有數 其實卓慧斯是否故意的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小話 現在 申委成明明輸了 在我的數學角度中 不要說是正常人 在我的數學角度中 你明明輸了給卓慧斯 現在卓慧斯都45天 那你幾天 理論上 你可以怎樣 其實會很吊詭 一個輸了的人 反而又可以上回去 那就是說當初那些人選錯的事是錯的 申委成是對的 那就是說 其實英國的人 其實水準是很低的 他們不是看一個現實 他們不是真的很理智去選 純粹是在顏色去選 那一些人這樣 就是等於 你是請人 你不是從他的履歷 去經驗去選 你從他漂亮不漂亮去選 就是這樣 那就死了人多 那我也會覺得 真的沒有人了嗎 這個世界 我不知道 新委成將會做得多久 但他起碼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事 所以說 印度現在就說 你是我們印度人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叫 查理斯皇帝還回寶石 不知道新委成會怎麼做呢 但是如果得罪印度 即是得罪他的老家 他又是印度教徒 那如果印度教的 就是頭號人物 叫他應該要還給我們印度的時候 新委成會怎麼做呢 我真的很想看這場戲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英國 美國都想拉攏印度的時候 英國是他的小弟的時候 他又不是可以得罪印度呢 如果新委成得罪印度的話 那他老婆又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 這場戲真的很好看 那當中也有看到 梁總局說的 就是剛才講過 究竟會不會中共 這樣未來日子 變成一言堂呢 就好像以前那些皇帝 就是招攬自己人呢 那我覺得這個 並不是問題 他說應該用制度去衡量 用穩定的機制去選人 就不是應該這樣 我覺得 其實任何機制都有流動 就算你覺得這樣 會有機會做出一個 就是一言堂 或者以後就是自己有的 但其實這個問題是在於 那個人是不是高峰兩戰 好在乎那個主席 那個人是不是有一個 叫清心 心水清 是不是真的 那個態度問題 其實就不完全關於制度 很多時候其實制度只是一個保險線 就是說 困死那些人 是不要做錯了 但是其實 最重要的是 那個是人的本身 如果那個人 是真的清廉的 其實不需要有什麼 逢子賄賂條例的 是不需要有 因為如果那些人都是很清廉的 如果我們香港全部人都很清廉的 其實是不會有ICAC 就是因為人是有貪念 會容易守 更何況那時候是很喜歡賠勞 所以我們才有ICAC 如果不是我們根本不需要有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 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制度 是那個人 就算是一個制度去困死那件事 都沒有用的 你人是會走法律 如果人是壞的話 一定會走到法律 你現在看看美國 她說自己很有制度 但是其實是不是有 你美國的議員是選出來的嗎 是真的選出來的嗎 不是的 是靠富豪推他上去的 你的議員說立法是為了美國好 宣誓效忠美國 其實是效忠有錢人 在美國的有錢人 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他們為了錢可以令 甚至不管美國人的生死 有制度都沒有用的 他們全部都走到制度法律了 因為每個制度都一定有法律 不可能是不透風的 所以他們全部都在法律那裡遊走 他們只要有錢人 想到一些事情 然後就可以遊走於哪製 你看一下 他們很自由 你只要有人選你 你肯做有人選你 你就可以當選 你看一下現在什麼環境 兩個總統 老到媽媽都不認得 一個七道文一個八字頭 都還在選總統 選完了 現在說特朗普2024 就肯定會選 大哥 特朗普多少歲 你真的沒有人 聽說特朗普這樣的年紀 2024可能他還沒到都已經走了 也不奇怪 或者他真的2024選到 但他還不走得完的任期 大哥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就是所謂的制度 是完全是不行 因為他們的人是不行 就算這個制度有多好 都是不行的 等一會又說什麼 等一會又說什麼 你看到的 美國有很多好笑話 那時候我們經常看到一個就說 咦 那個法官竟然說 那個小孩可以告得贏父母 說他還沒經他同意 就生他出來 那個法官是不是弱智 我怎樣經他同意呢 那如果現在他不同意出生 那我現在一刀劈死他 我是不是 圓了他的心願 了結了這麼痛苦的人生 我是不是不需要坐牢 又不是的 所以我告訴你 這些制度是假的 你這個人是有問題就有問題 說美國人人平等 有平等過嗎 沒有啊 哪有平等過呢 所以 制度是拿來講的 如果人的質素是低的話 你有多好的制度都沒有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慎一下 大家 不要看得這麼悲觀 有時候 外國的傳媒 有時候他們會 我不是說梁總 梁總說的話是對的 因為他們接觸的 他們生活的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說的話 就會帶這種情況 他不是帶有色眼鏡 但因為他在那邊太久了 他們那邊生活的文化 某程度同化了 所以他覺得是這樣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是人的問題 你想一下 他們那時候經常都說我們 幾年後才追到美國 但我們永遠都超前了他們的預計 那這個是制度嗎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們制度是說一個 數學是一個邏輯性 但是人的潛能是不是一般的 當中以前他們以為 我卡住 芯片 就等於卡住中國的撥子 那中國就要永遠跟他們做奴隸了 但是 結果我們是否跟著他們 那個 所謂的故事發展呢 他們是有演算 有計算 但他們的計算是錯誤 因為人的潛力 人的能力其實是很難估計的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OK 拜拜